嗨 夏天到了 那現在的話就是 太陽很大很多 那基本上的話像我 我都會擦防曬 因為畢竟的話我擦防曬 我覺得說我不是要變白 基本上我是覺得說擦防曬的話 這皮膚有一個保護層 那防止紫外線的傷害 那防止塞傷其實是不錯的 我最近有用到一款不錯的防曬 我可以推薦給大家 那就是這一款 那這一款的話 基本上我都是拿來擦身體 那它是物理性防曬 因為我本身的話 我擦過化學型跟物理性防曬 我個人比較喜歡用物理性防曬 那這一瓶的話 其實我用完以後 我是覺得說它 我會喜歡用它是因為 第一個我擦身體不會買很好的 很貴的防曬乳 那基本上的話大概都一百多塊左右 可是很多一百多塊擦起來 其實不是很舒服 那這一款我是覺得說我擦完以後 我覺得說是 幾乎沒什麼負擔 然後在洗澡的時候洗下來的話 其實是 滿好洗的 我是覺得說它可能 大家會覺得說像它做起來 有點像某個牌子的 的外觀 那可是 我就覺得其實擦起來還蠻舒服的啦 那再來的話 其實到夏天 因為我不喜歡穿長袖 所以出去短袖的話 基本上 一個月大概就會用掉 差不多兩瓶的 如果長出外的話 大概會用掉兩瓶的防曬乳 是用量真的蠻兇的 好 那拆一次給大家看 那物理性防曬 絕大部分的物理性防曬 都是需要藥藥 它裡面會有顆竹子的藥藥 OK 那我想手的話 基本上都是會塗到這麼厚 OK 像這樣塗完以後 其實 它乾了以後 不會覺得 會 白白的 算是還蠻潤色的 所以 呃 等 等它 乾了以後 其實我覺得透氣性也是相當不錯 就不會覺得悶 也不會覺得 有些擦起來會變成白白的 會比較偏白色 然後看起來就覺得 其實比較 乖一點 所以它是比較蠻潤色的 那也有防曬效果 所以說我 蠻推薦這個 然後CP值其實是 我個人覺得是真的蠻高的 一百多塊而已 那 拿來擦身體 是 還蠻 蠻好用的 那又好鞋 所以 今天將這一款 防曬爐可以推薦你們 你們可以去試試看 好 那今天的話就 開箱這個防曬 到此為止 OK 啊 有興趣的可以去 買來用用看 好 謝謝